第二百零四章,寻五百人机会固有。谢怜道,什么东西?君无确实似乎有所顾虑,斟酌了好一阵,才道,怎么了先月?为何突然问起你师父,你是在铜炉山遇到什么了吗?和他有关。谢怜回过神来,正要简单讲解再追问,胡听那边转来一阵嘈杂。 君无道,我看到你没月的那三座山怪了,果然诡异,我先对付他们,之后详谈。不过,既然先月你问起,那就记住一件事,你师父不是个简单人物,如果你真遇上他了,千万当心。 月完,那边便陷入了沉寂,谢怜道,李君,君无默再回应了。那山怪一座多挪以对付,三座围堵夹攻更是棘手。之前谢怜有用不完的法力,操纵住一尊逆天巨神像都解决不了。 眼下君无一人应对,恐怕也需要些精力,对花城简身运了通灵内容,二人停下脚步。 此刻,他们正处在宽阔坦荡的一条大街上,向天望去,乌云闭月,应亦能看到一丝一缕黑烟一样的东西飘,浮在冷月之前,彭浮在清水之中蕴开的墨色。 那些就是被白无相从乌庸神殿转过来的怨灵们,他们环莫有进来,是因为皇宫内的天子之气,和皇城里各路先神的宫关庙宇交相辉映,形成了威严的气场。 天然的一层结界,会将这种大量的邪物阻挡在气场之外,所以,他们只能游荡在高天之上,几乎每座城都有类似的气场,因为哪个地方都会出几个了不得的人物,了不起的神官,所谓人节地灵,但是也不可能永远阻挡下去。 华城道,只要加固这层结就行了,可是,问题是要怎么加固呢? 谢连道,符咒,法宝,随即变道,恐怕不行,这是复葛了整个皇城上空的怨灵,除非也找成千上万个符咒和法宝,否则不一定扛得住。 走来走去,谢连一咬牙,道,三郎,我有个办法,也许可以加固这层结,但是,我需要人。 花城道,多少?谢连道,很多,越多越好,至少五百个。 花城道,死得活得。 他听得认真,不是开玩笑的。 谢连道,活人,鬼是不行的。 我需要借活人的洋气和锐气,来击退那些怨灵。 花城道,既然如此,即是愿,还的是自愿的。 谢连道,是,必须是自愿的,而且有反击。 保卫之意气,如果心存愜意或者中气不足,可能会被趁虚而入。 花城微微汗手,道,正如战场上杀在最前面的士兵,一定都是最想赢的,有所信仰的。 如果被逼无奈或是一心逃跑,毫无士气,就绝不可能赢。 势必丢亏气甲,一败涂地。 谢连道,就是这个道理。 三郎能找到吗? 私存片刻,花城缓缓地道。 哥哥,如果你要死的,多少我都能及你找到。 要活得非自愿的也容易,但要自愿的,不一定容易。 顿了顿,他接住道,人见得却不少人败鬼王。 但我清楚,一来是他们是对我有所畏惧, 二来是对我有所求,所以怕我服我。 我可以威逼利诱,但这种方法,恐怕无法找到哥哥你需要的那种人。 抱歉,谢连听得入神,道,你不用道歉。 我们一起想办法找就是了。 花城道,嗯。 不过,哥哥,有个好消息,前方五十步转角处,就有一批活人。 谢连也感觉到了,奔上前去一看,恰好对面也有一群人要转角。 被他突然冒出害的大叫,鬼爷。 谢连定睛一看,认出来人,喜道,诸位不是鬼,是我啊。 那群人嗣嗣道道俗俗各个七七八八,十分眼熟,为守那怀疑道人,不就是天眼开? 后面那一大串,不是就是之前一路对他们二人纠缠不休,在荒山岭七戎开的黑心殿,被屋顶押晕了的那群法事。 谢连身后,花城副手幽幽夺上来,她现在可不是小女形态,漫不叽心,虽然一笑。 吓得天眼开等人灯时倒退三吃 环月不是鬼 是鬼就是鬼 环是个鬼王 花城脸了假笑 不耐烦地择了一声 连凭借一句嘟揽 谢怜现在正到处找人 连忙举手 诸位来得正好 有件事 起料他一举手 对面低反应比他想象的要夸张几倍 子子趴地 戒备万分都倒 当心暗器 谢怜想了好一会你才想起来所谓的暗器是什么 无欲片刻 道你们不用害怕 我身上莫带暗器 冰清玉节完也不是那么容易制成的 光是刀工都要精雕细琢 号上大半天了 他又道 而且上次你们把我们逼成那样了 我们也莫拿你们怎么样 现在就更不需要了 闻言众人一想 是那个礼赶紧又都从地上爬起来了 纷纷拍拍灰尘整整衣服 但依然保持距离 以目放下肾障保健等法器 天眼开道 我约这位道长 多日不屑 你身上的诡气更严重了 我看你怀是早日回头试案比诀好啊 花月为什么会这么重啊 不是糊你 我都要看不清你的脸了 谢怜听得简直想脸红 不敢看花城 打端道 这个之后再约 诸位 有夜观天象 看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你们看到了莫有 天眼开道 当然看到了 夜观天象是我们每天必做的功课 我还道是什么妖魔鬼怪在搞鬼 挪道又是花城 主 谢怜道 自然不是 否则就不会提醒你们了 我们也是为那些东西来的 正在想办法加固皇城这层气场 天眼开一道 你们 想办法 鬼王会有这么好心 花城管二 道 道不是好心 而是如果我想在皇城做点什么的话 这层气场根本拦不住我 重法师神情变幻莫测 谢怜知道戒备心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 也不勉强 道 天上那些东西我对付过 十分棘手 如果让他们破开皇城的保护场进来了 势必大乱 所以现在正在找人帮忙设阵抵御 需要五百人 天眼开则舍 五百人 你这是个什么阵要这么多人 我从莫听过 谢怜都莫好意思 有五百人是最低要求 事实上 若要他放开了月 恐怕的八百人 一众法师也七嘴八十道 我也莫听过 哪位在哪本书上献过记载吗 那些东西有这么厉害吗 只听越过妖精吃人 一口吃五百个的 莫听越过摄阵要这么多人的 有危险吗 慎重考虑后 谢怜如实道 越不准 可能有 可能莫有 只有七八成把握 因为 我也从莫试过这个阵法 前人记载也是不可能找到的 因为 这个阵法不是谢怜从书上看来 或是从谁那里寻来的 而是这八百多年来 他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想 想住万一有一天 人命意又枪爆发该怎么办 挪到只能坐以待毙 这样想出来的 那时候他并非当真觉得日后会再次面临这个大危机 莫想到却还是派上用场了 那边一群人商量半天 最后 天眼开转过深洁深地道 我们凑不出那么多人 而且 而且 他们并不信任谢怜和花城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毕竟他们根本不知道 人命意是什么东西 有多厉害 而且以往花城和他们结怨 把他们当虫子戏耍的定然不少 谢怜原本觉得这些人都是法师 应该有自己的宗门和弟子 月不定杂杂拉拉加起来 能凑个三四百人 剩下的再想办法 但看来是希望落空了 花城道 哥哥不用跟他们废话了 走吧 谢怜点点头 也不气馁 和他一起走了 然而天眼开等人却并未离去 而是鬼鬼祟祟跟在他们身后 还自以为藏得很好 谢怜十分无欲 但想到这群法师 大概也是怕他们为火皇城才跟住 也是好心 又觉好笑 不管了 这时 花城提议道 不若去平民聚集处 那里不乏亡命之徒和胆大包天之人 或许会有所收获 巫氏 二人转而行向皇城的夜暗之处 行到一间被拆得破破烂烂的庙前 挑了一眼 庙里乱七八糟睡了一地人 一直睡到庙外 这似乎是一群流浪汉 或越是乞丐 天寒地冻的 几乎各个衣衫蓝绿 男女老少皆有 也不必闲 有的占了条破草席 有的抱住稻草取暖 有的就浅醉睡在地上 醒住的不是被身上烂窗痛的 爱爱苦叫就是在避避 啵啵啵地抠自己身上的狮子 环有个人拖住一条瘸腿 在庙里走来走去 似乎在疾病人送水晚 墨进去就一股汗为你和怪骚飘出 令人窒息 最繁华的地带和最肮脏破落的贫民窟 居然靠得如此之间 几乎只有一阶之隔 两相对比 令人唏嘘 但谢怜此刻当然莫空唏嘘 她一脚迈进门槛 道 各位能帮个忙吗 还莫人答话 就先有人叫骂起来 帮你抹个蛋 我还想人帮我呢 让不让人睡了 滚滚滚 谢怜也不气恼 道 是很要紧的事 若各位愿意施以援手 叮当 叮当造福苍生 她本来想月叮当中谢 谢自然是会谢 但如果一开始就是为中谢取的 可谓是心思不纯了 妙内重干骂得更凶了 造福苍生关我屁事 有人则道 有莫有报 愁 谢怜回头一看 花城眼中闪住不悦的光 似乎想来点狠的了 盲拉住她 低声道 先别 三郎你跃的 威逼利诱就不行了 我好好跃 这里七八十个人 总能找到几个能用的 花城眼中那鬼光这才脸去 这时 一个微沙的声音道 喂喂喂 大家听我跃 听我跃 别吵了 让她先跃跃是什么事吧 谢怜文言回头 知信跃画的是那个瘸腿乞丐 也是衣衫褂褶蓬头共面 瘦瘦薄薄的 看不清什么模样 不过听声音似乎缓挺年轻 她向庙内众人摆手招呼 不过奇怪的是只摆了一只手 所以姿势有些别扭 仲盖似乎都缓挺听她的 骂骂咧咧的声音弱了 谢怜道 多谢 也不废话 反手就是一记赵心眼 窜得老高 吓得仲盖一阵惊然鬼叫 默醒的都醒了 道 这什么妖术 谢怜正色道 不是妖术 是仙术 证明我所言飞絮而已 实不消门 是这样的 现在有一大批妖魔鬼怪围住了皇城 马上要进宫了 现在需要五百个人自愿加入法阵 守护皇城 有谁愿意来 我不应门 可能会遇到危险 但绝不勉强 只求自愿 破庙内一阵沉默 众其该面面相去 但就是莫有一个人站出来 愿我自愿 伴上 一人道 守护皇城 算了吧 谢怜转头望去 那人一头倒下 自言自语道 皇城都不守护我 嘿 我还守护皇城 爱怎么样怎么样 关我屁事 他口气漠然里带住粪粪 谢怜不是不能理解 但是 这就不好办了 显然 这庙里挤的都是跟这人差不多近况的穷苦人 跟他想法也差不多 有末月有报 愁 平时在皇城里过得也莫现得有多好 这个时候干什么要去帮忙 大冬天的窝在庙里都冷死了 谁还想出去 谢怜施助做最后的努力 道 如果那些东西进入了皇城 会有一众很可怕的瘟疫爆发 最后所有人都会遭受波及的 一个躺在地上的老旗该道 什么瘟疫能比我身上 这个陈年老窗更吓人啊 真要是有瘟疫 那大不了走呗 又不是非要待在这里 也不是啥好地方 去哪里不是一样啊 那就让皇城那些 讽光体面低大老爷 大小姐去嘛 总会有人去的 为什么非要我们去 这个 谢怜也莫法言明 那些讽光体面低大老爷 大小姐们也会这么笑 我不上 自然有别人会上 而且 因为他们在皇城有家业有根基 面对威胁 舍不得的东西更多 这种念头就会更强烈 并非越这么想就是错的 坏的 只是 如果人人都这么想 事情就做不下去了 等为一阵 默认出来 谢怜果断道 好吧 打扰了 他转身退出破庙 花城道 哥哥不必担心 我这边也有人在行动 消息散出去总能找够 谢怜点头 他倒是不担心最终找不够五百人 只是他担心时间不够 抓人凑数又会提得起反 望往天 那屡屡黑云仍是遮天蔽日 捉摸不透 正在此时 身后突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等等 等等等等 我去 闻言 谢怜一正 猛地回头 只限那瘸腿乞丐 拖住一条腿 跳出了庙门 道 你们要找的人是只要活的就行了 环势怎么的 手脚坏了 莫问题吧 原来 这人动作看住别扭 是因为他不光牵了一条腿 缓断了一条手臂 血软无力地垂住 县中屋有个人主动出来 谢怜的心一热 立即道 完全莫问题 那人也挺爽快的 道 那就好 烧上我呗 庙内重气该打惊 你干啥 莫听他怨吗 可能有危险的 是啊 而且还不起钱 怨了半天都莫提到报仇 别烫这会水了 老讽快回来 从方才起 谢怜就一直觉得 这人哪里十分熟悉 但因为这幅模样和他记忆中的那个人差别太大了 而且声音也微沙 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默认出来 而听到旁人脱口喊出那个讽刺的一刻 他中屋猛然醒悟 谢怜紧紧盯住他 不可置信地道 否许大人 那几人哈哈一笑 伸出一手拨开脸上黑发 道 被你认出来了 太子殿下 脏污的黑发下 一双极亮极亮的毛子 冥冥如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